现在的领后 是不是越来越难带了 我觉得主要的点是在于 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 结婚是生活的必需品吗 传终接待是必需品吗 离掉或者认可是必需品吗 都不是 那什么是呢 当我们逃离城市日常 在接近生命本真的荒野中 有些问题可能会找到的安 比如说到平行施工当中 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一切不管 你会想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那你不就才二十多岁 你不用穿音乐 你就是在当下作选择 因为我们都是一些只能后悔的 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 就是学制作人 当时想着就喜欢做音乐 这样审美可以自己把控 后面发现 当制作人就是纯粹的 这样一辈子的乙方 然后后面就上下节目 上下节目出来之后就当艺人了 那人就是假方了 假方 制作人对你这种 这是还不如制作人 重要节目的还是没跳出来 然后后面又发现 天呐现在这个市场太饱和了 好可怕 然后我就萌生了两条出路 一条出路就是回老家干铝合金 焊点门窗什么的 就是很实用 然后第二个就是继承我家的火锅店 我家还有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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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焊门窗 晚上火锅店 火锅店 但是很可惜 我家业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拜完了 不开了 对 所以我断了 我瞧要退入 就上铝合金了 就上铝合金了 也行 巡姐如果说退入区再选 我二十岁 二十多了 我说实话 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真的想当一个脱油秀演员 因为当时也有一些脱油秀的节目 然后包括就国外的一些也流传进来 然后我就觉得这玩意我也能写 但后来不想了 那么萌生了一羞羞 那刘老师呢 我二十多岁 我二十多岁 中关村的房价才几千万一平 需要倒地产 我觉得得先买房 那时候买房还送户口 北京户口 天哪 那会儿 天哪 你那时候买了吗 没有啊 我哪 因为现在重开一把的话 是这种重开呀 那我也行 我就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要是有房了 我可能后来还是做这行 那时候我会做得更安心 对 为啥呢 就是因为干我们这行 其实它收入压力还是挺大的 虽然看着好像收入不老少 对吧 但是你跟房价没法比 我甚至还想过 我说如果我将来买彩票发财了 完全没有任何这个生存压力了 嗯 我将来还做这行 嗯 我甚至就是做一次咨询收一块钱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吧 它它可以预防我老年痴呆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很多事都可以预防 老师咱们可以学习一些火醉 对啊 这个都可以 我是没有想过自己会读法律 我那个时候是想做金融 哎呀 竞选 这个挣钱 竞选这门行业 这两个行业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发现咱们所谓的人生重开 最后觉得还是会回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上去 对 对 很少人真的说啊 我真的要封一把 我觉得人在20岁的时候 他基本上已经知道自己几斤几凉 然后 你很难再封 我爸妈就是跟我意见很不一样啊 他就是想让我选那些热门行业 比如法律或者是金融 那有没有 我没有啊 我非常干脆的选择了文学 哦 然后我爸妈觉得我封了 已经已经很封了 首先呢 我确实对中文系有误解 我以为我可以当一个诗人 哈哈哈哈 就是这么 人是觉得也有随意的诗诗 很研究诗人的 对对对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 我不喜欢所有要学数学的学科 嗯 我觉得这点我跟你很像 就是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 嗯 很清楚自己不喜欢什么 对对 但是喜欢什么这个事吧 其实没有概念 我也是误打误撞 我当时学那个心理学 是因为我高考那年是03年 03年的春晚 赵本山老师演了一个叫做 赵大宝 赵大宝 母猪的产后护理 哈哈哈哈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知道说 啊还有这么一个职业 赵大宝 头发治疗 对 嗯 其实我我会觉得人生的质业 这我如果对一个事情我特别起兴趣 它会让我获得快乐 嗯 而且同时我可以获得出了快乐以外的 很多东西 比如说工资也好 比如说名誉也好 都可以 而且快乐是一个老板不会和你计较的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包括智慧在说 现在的领后是不是越来越难带了 在职场上 在职场上 他们强调兴趣 强调爱好的转换 强调自己站出来的时候 在过程当中想要反抗一些东西 或者说 赵本先生看来没有被经过大摩 没有被这个 摁在地板上这个摩擦过 还是说这是一种变革和变化的先生 我认为是变革变化的新生 主要是因为对于我们英雄来说 就是他不显着被打压 他不是依赖于工作的薪资来维持生活 在这个情况下 那他依赖啥 他就是疯狂地去寻找工作 就是他 那所有的工作都很容易都会被打压 对 但是他碰运气 而且第二就是 他确实没有办法被所谓的职场的东西去约束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欠打磨是两码事 我也觉得他跟欠打磨是两码事 就是你说现在孩子早说多厉害 他会不知道这句话得体不得体 对 冒犯不冒犯吗 我觉得他说这句话就是想这么说话 他就是想这么辞职了 他就是想要弄得大家不体面了 我就不想干了 对我就不想干了 但我就是好奇他们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换一个工作 但我一直觉得 00后整顿职场这个话题本身我觉得是假的 因为就是有选择的人每个年代都有 我家要有个火锅店 我当然在办公室里面都能说话扬着头 对吧 是吗 对 当然了 我们家没有吗 我这个真的很羡慕 但是就是说 如果一无所有的人他还是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 他最多是调低对这个工作的期待 就是说我也可以配合你 但是我在这个工作上我就不去找意义价值了 就是我没觉得突然一下子好像要塑造出来 但是我觉得好像00后他心里边就会觉得说我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就他在这个城市里边呆着他心里好像没那么慌 好像没有咱们悲观 对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悲观的 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我们得求着工作 这工作要了你其实你得好好干的 你要不好好干你还不知道下一份在哪呢 就我们那时候好像哪怕家里有火锅店 我们都担心这火锅店会不会有一天就倒了 我非常赞同 我觉得应该是他对未来的判断决定了他如何对待眼前的工作 一定程度上我可不可以说他对他未来职业的判断 主梦的那一方面大过于说我要求稳的内容 我感觉他们有的时候辞职都不是因为梦想 不是因为梦想 单纯就是累了 领导跟我不对付 我不想让他再来受气了 他们不吃给教训给经验那套 他们吃的是鼓励 对我可以鼓励我 而且我在这个东西上我可以实现我的一个价值期限 他们更吃这个东西 其实说白了我也知道我每天在收老板的戏 但是我觉得我挣着这个钱我能干嘛干嘛干嘛 年龄后的意思就是我没了这个钱 我就把生活质量打个折 但是你让我在这每天看你的脸色和受你这个气 我觉得就是很折瘦 有点这个意思 是不是就是说明他们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情绪的认可度 高于物质的认可度 我跟你说我有这样的观察 但是我的观察非常非常小样本 我确实有见过有几个人 就是属于个性非常强 不爱受气 然后我有的时候看他们辞职的痛快劲 我其实是替他们担心的 我尽量觉得想大哥你还能在北京混下去吗 就是就你这样 但是我的这个观察最后就告诉我说人家就是能混下去 对 就是他每个工作也干不了太长 你说成就没有多大 但是好像他也没有怎么给生活质量打折 我有的时候也挺佩服的 我想是不是我过于悲观了呢 还是 因为我身边有那种有朋友就是他一年没有工作 啥也不干 啥也不干 主动的一年主动的 那他干嘛呢每天 每天在家待着躺着看书打游戏 且他们气定神险 一点不慌 他们甚至还可能拿出钱来做心理咨询 因为我的时候在咨询室里边收这些的钱 我收的 我这样没有负罪感 你都想反馈 今天经历个月的生活费咋办 对就是他没找着工作 然后他每周跑来找我给我钱 然后我觉得我生活还行 我其实我这钱拿着烫熟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大家有存款吗 有啊 有 有都有 有储蓄 一般我觉得中国人的储蓄 喜欢还是很强的 我没有 就是我 我似乎我身边这些零零后的这些朋友们 都没有存款 就不需要储蓄这个东西 或者就是觉得 你没储蓄我真的会慌 我也会 我会很慌 但也知道储蓄的作用 但是他还是选择 就是我永远没有储蓄 但也不想得这样的东西 生活底下让我难受 这就是我 金招对啊 我佩服的 这是我真佩服 尖蓄你能接受 比如说有负债吗 我能接受 我还欠了钱呢 这段时间 我的演出费只没劈下来 然后导致我就跟朋友借钱 为什么还没缓完 我觉得还挺代表的 因为我认识的几个 好像都有这个特征 而且他们会很干脆的告诉我说 人生就是有不同的活法 就只要你想 所以哪怕没有存款 甚至有一些人 是超前的 然后后面还还债 然后他都会觉得这个事不绝望 不悲观 不是他心里面那块石头 我觉得主要的点是在于 是否明白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 什么是不必需品 结婚是生活的必需品吗 或者养育 抚育子女 传终接待是必需品吗 房子是生活的必需品吗 一定要获得某个领域上的成功 或者嘉奖 或者这些东西 或者认可是人生的必需品吗 实现所谓的自我价值 所谓的自我价值 是必需品吗 都不是 那什么是呢 快乐 你是否 你的人生是否丰富 你是否真正的获得了快乐 你是否真正的感觉到我的人生 不枉此行 我都没有办法让我的生活脱离痛苦 获得快乐 我这样下去 我可以活到死 我还可以生一个孩子 让他也活到死 但是我会活得很痛苦 重视感官世界 感受世界的这样子 因为你对于这个世界唯一的连接就是感受 我对他唯一的连接都如此痛苦 如此绝望 那我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说是因为年轻人觉得意义感缺失 所以他会去这么做吗 更多的是 我意识到我这一生终将会死亡 我问的 你这不就是那个谁吗 嘉谬 嘉谬24岁那本书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人他原来没钱 他没有钱之后他就杀了一个人 会给你一笔巨大的钱 然后他还是无法快乐 然后最后他得到的结论就是活着 就是向死而生 先贵说这个话我信你知道吗 就他刚刚讲这些话的 我知道他就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他很真诚 先贵这样的你觉得是一个代表吗 就是说00后的 就是现在年龄和我相似这些年轻人 更加的学会如何去看待自我 如何去直面自我 如何去看到自己的需求 自己的欲望 就是他更注重于自身了 活着就是为了取悦自己 啊 我这就是真的很羡慕 我非常清楚我自己做不到 因为我是个很理性的人 就是我我需要考虑明天 对 其实你问他怎么获得快乐 就是他所有的描绘就是 就是此时此刻 他的那个视野里面是不用 由未来反送到现在有一种担忧的 对 那有个判断标准就是我愿意 或我不愿意 对 很难啊 我觉得不是愿意 我也很想有些时候就是纯粹的 嗯 今天晚上把自己喝醉 但是 但是我就说 他们去树立这个标准和执行这个标准 执行力 可能有确信感 这就是我正想跟你说的 我们这一代人总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要忍耐 对啊 我们好学生很能忍耐 就是说你等着等着 拿了拿了北大的学位 你念一个硕士 找到一份好的金融界的工作 然后你干到30岁 你有希望变成一个合伙人 有主管 然后你你会快乐起来 你会有一个好的家庭 好的学区房 就他没有这些 说白了就是我对这个世间的东西啊 还有所图 所以我就永远没办法在当下放得开 我总想还图这什么 万一我这么努力工作 明天还能再获得这什么 延迟快乐 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 是经常会提到两个内容 长期主义 就是他们的那个 就好像是 你用萝卜 钓着个兔子往前走 对 你永远无法追到那个东西 对 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说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说现在我不要那个胡萝卜了 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我不追随他走了 我现在就是要去追随说 我当下就要快乐 但我觉得不是每个人 把那些东西都放掉之后 当下就能快乐 对 他有可能是陷入到了当下的虚无 就是我连胡萝卜都没有了 我现在连走我都没有 这个我非常感同身受 我就经历过这样的状态 就是从小我的父母就告诉我 你考过大学 然后你就人生就完满了 然后以后你就是一方风顺 然后后面我就考完大学了 我是全身第一个大学生 通知书拿到手那一天 我第一反应是 这个大学我可能读不完 第二反应是 我真的需要去读这个东西 后面读大一的时候 陷入了很强的一个虚无 那么多一天 我工作出来 是什么 我用来说 我已经投赛了 是什么 收到隔壁 的 是什么 大学 是什么 就在那里 我会想到 隔壁 我会想到 有像 对啊 我都没有读过家庙 但你俩一样 你处计他那个存在主义 很壮的一种内容 就是从这样一个过程 过完之后 我就会反问自己 所以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 到了我虚无的快末端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孩子 她邀请我去看美院的一个展 我就看到了有趣的东西 一个作品的名字叫做 罗曼蒂克唱诗班 他拿了一个老录音磁带的机器 他放了一个磁带 然后插了一个MP3的导线 他贴在脑子上 然后开启了录音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 他在心里面摸念了一首诗 然后就录下了那盘磁带 然后他把这盘磁带 装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保险箱里面 旁边写了张小纸条 旁边写着 仿佛当代的人们都陷入了一个疯狂追求 自我价值或者社会价值的一个迷宗当中 最后却忘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然后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和我的想法有点契合了 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人 它是一块木头 上面插了一个U盘 然后直接甩那了 看了这个东西我就 有意思有意思 然后我就熬过了那个冬天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的人就是 就不可怕 对 就是我就不再那么可怕他了 是 痛苦虚无 孤独 好像他是我 好像你找到的姐 对 我和他尝试去共生了 对 我刚听完他的故事 我非常有感触 我也是 我觉得哲学不是在学院里面 学院里面是哲学学 对 我觉得哲学在我国四五县县城的 绝大部分的青年的生存困境里面 对 是 他们正在不断反思这个问题 就是在溜盘水 就是那么小一个地方 那么多人还愿意聚在一起聊这个东西 先会给我的启发就是要熬过那个冬天 我刚才听了也是捏把汗的原因 是因为这是个惊险一跃 我觉得这个事很重要 因为 为什么 我可以看这些事情 好 重要 因为 我需要 应该 我需要 你 可以 分享 我 君 死亡问题越早考虑越容易活得自在轻松 因为在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里面 加密我很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还在写了西西复神话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后来的存在主义在萨特那边的时候 其实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存在主义 它就是我要自我复义 那么这个自我复能到后面沿着这个哲学走 就是当然你有各种各样的超人出现 大部分人可能并做不到 但是从更世俗化来讲 有两种东西还值得珍惜 第一个是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个是无条件的爱 这两件事情是大家可以预讨 我非常正统啊 对你是要爱的 而且有意义的工作非常重要 对相贵的一些追求也可以形容为 那是你找到人生的一个方向一个志业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了先贵是怎么样实现自洽的 这个可能包括到40岁50岁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越往后其实越难 因为越往后你就有越多的手段去 去自我保护或者说防御这个问题 我想问各位 就是你觉得自己选择这个职业往后做以后 你实现自洽更多是通过这样的惊险一跃呢 还是通过不断的去有一个成就点 我非常坦白的说 唯有赚钱使我快乐 我觉得这个很正向 唯有挣钱能使我快乐 我在这个世界上试图找到任何一个 可以再替挣钱带给我快乐的事情 没有 我那个冬天是靠百优解熬过去的 对 所以我不相信无条件的爱 我也不相信有意义的工作 我觉得他们的指向都是 只有挣钱让我有安全感和快乐之源 雪庆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你做短视频的时候 最早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 那个时候你相信这件事吗 或者你快乐吗 做短视频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挣的没有现在这么多 那时候我在做短视频之前 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 2018年 然后做了那个之后 我远远要挣到比6000块钱多的钱 那我挺快乐的 我知道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案 你需要一个东西来 但是我没有物欲 我并没有花钱的欲望 你只有那个近账的欲望 他给我的快乐在于 我不认为我的人生就是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主 就我是一个责任感非常强的人 我认为与我连接的每一个人我都有责任 我的快乐来自于我每挣一笔钱 我就觉得我认识的一个人 我的朋友 我的亲人 他们在生病的时候 我可以多拿一笔钱给他 对 所以这是我所有的快乐之源 我觉得简单点来说 就是当我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风险和能做什么选择的时候 有钱是一个将来一定可以使得出力的东西 就是我可以瞬间失去我的生命 就我跟李老师说的 但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我 心爱的人 失去生命 所以我就靠正贤来获得这样的 然后你心里边就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个更稳固的一个预期 就是这件事情好像我有更多的保障了 对 什么学院呢 我不知道我跟李老师会不会是一类 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遇到的工作应该还是自己喜欢 且有使命感的 我经常用一个比喻 就是拱形门的建筑 它那个建筑是在古代的那个工艺里边 是没有办法直接搭起来的 它必须得用很多很多石头去垒着 这样的话才能把它给搭好 但搭好之后这个石头就可以撤掉了 它那个东西就可以保持一个玩意 相当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自己觉得其实我最后找到现在的这份工作 我是完成了这么一个转换 我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非常安全的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害怕不确定的人 除了结婚和生孩子这个事在冒险以外 其他我没有冒过任何险 我都是在走非常安全的那个步数 我可能是那种最传统的那种路线 就是我的目标仍然是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我好像没有那种 稳家稳打 凌空一跃的那种 富富为一 对我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走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并没有真正把这个职业当成一个职业的 只能说是坚持了那么多年之后 自己找到了一些还坚持下去的理由 因为职业这个东西 它要么像你那样有过凌空一跃 要么稳家稳打 要么实际上像雪晶姐这样 非常具象非常直接的 或者像希薇这样 像有了一个你已经把它连接起来了 不然像时候我学的东西很神圣 沾到神圣这样的字 就是磨练的开始 大部分人是通不过这个磨练的 所以说职业和职业 它是否如此的契合 未必不是通过选出来的 真的是一点点走出来的 那好我们也谈到这个月上三杆的时候 那我听说这一段时期 您是有过创作一首歌的 《鲜轨》对 那今天这么好的 这表演一下必须得给大家 我都拿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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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星老师应该是 是是 对 听了 我也投了票的当时 哈哈 哈哈 讲究 哎呦我好心啊 我就是做不到 你是做不到什么 做不到像他那样 你发现云卫川的经历 会对云卫川的人特别重要 我对我们那边的印象 首先没有太阳 湿气重 城市就是很润 有意义的工作 是我即便到今天为止 还能够在很多挫折和示意当中 获得力量源泉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 快乐是生活的必须品 你的人生是否丰富 你是否真正的获得了快乐 你是否真正的感觉到我的人生不枉此心 我的快乐来自于我每挣一笔钱 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在生病的时候 我可以多拿一份钱给他 所以我们也到不了月亮 所以我们也到不了月亮 我们也到不了月亮 关注音乐 我也是一句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